對 它會比較慢一點點 怎麼有人說你換髮型啊 對 我以前很 我現在是有比較長一點的 之前剪的非常的短 主老師來了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嗎 嗨 主老師來了喔 大家趕快上來看一下我們的直播 你說你髮型怎樣 之前 更早之前 都是長的 我已經十幾年沒剪這麼短 我現在是又長上了 因為已經剪了一個月了 因為有人跟我講 我心想還好啊 你的髮型就 因為你沒有看到最短的時候 最短會是怎樣 就 大概接近五分頭了 我已經十幾年沒剪那麼短 好 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 在我們今天這個單元當中呢 好好跟大家來聊聊黃金啊 今天會跟大家來聊基金小百科 談一談這個黃金的ETF 然後呢 待會也會跟大家聊聊 黃金到底要怎麼看 因為大家都說中國大媽很厲害 會買黃金 當然現在在賣了 然後呢 這個歐洲 西方的這個大媽們呢 現在買黃金 這到底怎麼回事 趕快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教授 朱月中朱老師 朱老師好 韻芬及全國聽眾及線上的觀眾 大家好 大家今天可以聽到我們的廣播 然後也可以從我們直播上面 看到朱老師的狀況 有人就來跟我報告了 說你的頭髮變了 我心想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怎麼不知道你頭髮變了 可能有聽眾朋友看到我之前 在電視上那時候頭髮非常的短 你有文具有一二十年沒剪那麼短 現在韻芬姐看到是因為又長了 之前已經剪到差不多五分頭 年輕剪短一點OK啊 天氣熱啦 簡短還是看起來很老啊 不會吧 拍頭髮很多啊 我到時候給你一個秘密武器 讓你擦一下 我知道 我老婆都在講了 很好用 一禮止對不對 你看講說我們都有在注意 今天要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我覺得黃金啊 這個黃金真的是人人愛啊 但是到底人家總不懂這個黃金怎麼投資 可能大部分是不懂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進行一下 這個黃金的這個ETF 應該做怎麼樣的判讀對不對 是那我們目前市場上投資人最多投資黃金管道就是ETF 那以台灣來說當然唯一一檔黃金ETF就是元大的元黃金嘛 那只是呢 一般在國際市場上黃金ETF其實有很多種 那元黃金只是其中一種形式 那其他的還有像在美國比較有名的 美股代號GLD的還有一個叫GDX的 我們就以這三檔來比較 這三檔就是三種不同的黃金ETF的典型 我們就先從元黃金講起喔 元黃金 這聽起來就好難喔 欸我們先講一下吧 黃金有現貨有期貨有ETF對不對 現貨就是我們看到的金條或金式 是的 或者是紀念幣等等 好這些現貨 現在應該很少人會去買現貨了啦 可能老先生老太太也許 或是大媽們 你幹嘛這樣講 你不用買給你女兒嗎 不會啊 他結婚的時候你不會買給他嗎 當然是不會啊 現在要嘛就買鑽石亮晶晶 誰要買黃金啊 欸你真的不會買 欸真的是世代差異欸 欸真的啊 其實你就不要說台灣好了 你說中國大陸或者是甚至印度 以前我都常說我真的 女生結婚好可憐喔 怎麼說呢 你看黃金可能手上十條項鍊 十個手環 十個戒指 脖子上手 重都重死了 欸你知道我結婚的時候 我同學才看到我 他就說啊 你這樣好像媽祖婆要出孫欸 對可是 我前面有金牌欸 可是你看現在年輕人結婚 誰還戴這種東西 是沒有啦 你不要說台灣連中國大陸都很少 除非那種很鄉下土豪也許還有 這就是時代在進步嘛 我一顆鑽石的價值抵過你 那一大堆的黃金 而且重要是看起來不會那麼慫 欸幹嘛這樣講啊 有些設計還不錯呀 可是你光看他黃黃的 讓人家直覺就是慫嘛 那當然這是我們剛剛說的 現在還要以實體黃金去投資的人 真的很少 因為實體投黃金 現貨很少啦 對 因為問題很多嘛 第一個你保存是個大問題 第二個價差 你在銀樓買賣價差 價差是多少 排告是差一層喔 對對對 差一層什麼意思 你買了以後 左手買進右手賣給他 價差就是一層 對 那你想你怎麼可能賺得到錢 你漲一層你也打平而已嘛 那當然是排告啦 通常銀樓可能會打個折 可是再怎麼七折八扣 至少還有5%的價差 你賺不到錢 好所以幾年前開始流行 另外一種東西叫黃金存折 或黃金鋪滿 黃金鋪滿 只是指的是定期定額 其實一樣意思齁 那指的是說我跟銀行買黃金 可是我買了以後 我就不帶回家 等於我存在銀行 所以他給你類似一個像銀行的存折 這我們叫做黃金存折 可是現在也不流行 為什麼 他價差太大 成本太高 因為買進賣出 大概也要差到1.5%左右 哇 那這個價差其實太高 所以這幾年要投資黃金的 幾乎沒有第二種考量 就是黃金ETF 好可是呢 黃金ETF現在又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市場上三種黃金ETF 台灣因為只有原黃金一檔 沒得選擇 對 可是原黃金的問題是在哪裡 他是用期貨去操作 啊 他不是我們以為的 原黃金用期貨去操作 是的 我們一般講ETF 我想有一點概念的 聽眾朋友都知道 可能就是買相關的股票 對 可是原黃金連股票都不是 他買的是期貨 他是連結黃金期貨 好那這個問題就來囉 嗯 期貨有概念就知道他有到期期限 對 可是ETF沒有 對 那怎麼辦 我要怎麼讓一個有期限的 變成沒有期限 所以他必須 不斷的換倉 對不斷的換倉 所謂換倉指的是 我這一次的合約快到期了 我就換下一期的合約 好可是你每次這樣子換倉 會產生成本 嗯 當你不斷的換不斷的換 你的 就算今天假設金價都不動 你換倉成本 成本誰出 自己啊 當然投資人要出嘛 因為我跟你講 最近大家就是很封ETF 對 就算我沒有買到台積電 但是我有ETF 我也有站到邊 所以大家對於ETF 就是以為是萬靈單 所以看到黃金這個ETF 可能大家也會認為說 我買就是黃金 要不然就是黃金的公司 可是沒想到買的是期貨 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囉 因為他不斷的換倉 就算金價假設都不動 可是因為換倉的成本 投資人要負責 所以你的禁止會 一點一點一點的減少 喔 欸 這個錢都是投資人的錢喔 對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 期貨的波動 有概念都知道 一定比現貨來的大嘛 對 那所以這也會是一個問題 雖然說他的相關係數 其實是非常高的 沒有錯 但是因為有剛剛 我們說的這兩件事情 其實元黃金坦白說 你不適合做場景 不是要不適合做喔 沒有要聽清楚喔 不適合擺長期 就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你會成本會被吃掉嘛 嗯 好 所以呢 相對的美國流行的 叫GLD的 美股代號 嗯 他就是go的G-O-L-D嘛 但是他美股代號是GLD 三個英文字母 他是真的去買實體黃金喔 欸 他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有有點像 好 可是呢 就不一樣的是 我買的是實體黃金 費用叫我們要停了啦 哈哈哈哈 你沒有注意到 對 我現在正在看 那那麼多的資料 費用叫我們要停 我們就停吧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吧 我們直播還是繼續的 好啊 對 因為找不到GLD啊 欸 你看我現在就找不到啊 嗯 好 我覺得今天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讓大家慢慢講啊 沒那麼難啦 而且我們講一下追蹤指數啦 大家會用看到黃金的現貨 啊兩千了應該怎樣 可是事實上啊 我們也不是追現貨的價格嘛 好 沒有要看你是什麼東西 G-O-D就是啊 G-O-D就是真正的現貨 好 好 你看我竟然沒有 我怎麼沒有這張啊 這我自己做的啊 有啦 這有在這裡有 有 太多張了 太多張了 欸報酬率很好欸 對啊你看 然後你剛剛講那個圓黃金啊 來來來來你這看我又有整理過 好 你這個沒有整理過 我這個都對比過時間 天啊 這樣子看才準啊 好啦好啦看這個 看這個看這個 還有個未來的世界黃金基金 我故意再找一個 好 讓大家去比較 可是事實上你看喔 他其實他現在的技巧很好喔 對啊 比今年以來 欸可以以前不好欸 對所以我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黃金基金 好有人問你說那個黃金兩千塊了 到底要不要那個 兩千塊贏一下而已啊 對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解釋 我等一下就會講 怎麼去看黃金的盤 好 欸有人說黃金基金可以持續持有嗎 不行 不行齁 好 結果你在新聞部談什麼 講ETF 講ETF啊 就最近有 就是他有一個新聞就是 國內目前最多人買 規模最大的五檔ETF 嗯 問題是五檔的屬性很差很多 對 第一元大50 對 可是第二居然是元大50 反一 喔 喔 竟然是反一耶 對那第三第四都是投資等級站 嗯 那第五就是0056高股息 嗯 喔 這差很多欸 對啊就差很多啊 就我們就來說這個東西 嗯 為什麼會市場這麼奇怪 嗯 好待會來聊 GLD先聊啦 好 喔 因為這樣子會反光所以你比較看不到廢龍 蛤 光線反光所以你比較看不到廢龍 對我看不到他 比較不會看到因為太多 燈那麼亮 對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教授朱葉中朱老師啊有人說他到底要叫朱教授還是朱老師啊我是習慣叫朱老師啊就叫朱老師啊我覺得還沒要親切一點啊事實上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我也通通都叫老師啊 老師也是希望我叫他老師通常都叫老師啊 對因為教授他就說如果是外界比方說這個是蘇律師賴律師朱教授那是你的title 可是如果老師的話是學生對比較通俗的講法啦 所以不用不用叫朱教授 哈哈哈哈 那你叫我們賺錢這很重要啦 是是是 先讓我們認清楚啦 剛講過的就是說那個黃金的ETF 對 剛講了一個GLD我是找不到後來找到了 是好那GLD呢是美國Spider這家公司 Spider其實就是道瓊的一個子公司 對 他去發行的ETF 他跟剛我們說的原黃金最大不一樣是 他是真的去連結實體黃金 嗯 也就是說你去買了這個ETF 就等於你買真的實體黃金回家 他是一個單位可以換十分之一盎司 哦 欸這是不是跟我們之前講那個原油的那個期貨那個基金一樣 就是我去交易了之後 我要把石油領回家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啊 那個是交割的時候才有這個問題 這個是你買了他之後 他是因為他是實體黃金嘛 所以他不會像有原黃金那種有換倉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去買這個黃金他就會真的 真的去買黃金 真的去買黃金 真的買黃金把它存到金庫裡 哦 所以他持有的黃金已經 就跟世界各國的那個黃金儲備比起來 都可以排到前三名 你就看他規模有 他有上千噸的黃金了 哇 非常可怕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單位就等於十分之一盎司 如果你哪天你想到你想要換成真的黃金帶回家 可不可以 可以哦 可是你買原黃金很抱歉是一定不可以的 哦 所以我買的原黃金是不可以的 因為他是企劃根本不是真的黃金 他也沒有真的買黃金 所以說這就是個最大差別 所以GLD他的最大好處就是他的價格是真正貼近金價 就是因為他就是買真的黃金嘛 所以他的價格當然是真的貼近金價嘛 哎我插一個嘴啊 就是台灣以前有黃金存折啊 他好像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領黃金回家 第二個是我可以換成 比方說看你在哪邊開貨 你可以買換美金回家或換新台幣回家 其實不行哦 花旗的可以啊 台銀的好像就也是 台銀是因為他有美元計價跟台幣計價 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大家都很大一個誤會 我們先解釋這個 好 大家都以為只是匯率不一樣 事實上商品完全不一樣 因為美元計價看的是國際黃金 台幣計價是看的是台灣黃金 那是幣幣黃金哪有差多少 純度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黃金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金條 99 99994個9 所以你看有些金條上面寫個千竹 台語就成九 九跟九是諧音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純度是99.99% 可是國際上的黃金呢 99.5%就是要純金了 有差喔 那我們比較純耶 對那越純當然越貴嘛 所以說呢 你用美元報價他看的是國際金價 可是他的金價黃金是99% 他是99.5%的 所以他的價格當然比較便宜 好 所以以前有些人不明就領出國去呢 欸覺得外國黃金 就算匯率算進去 覺得比較便宜 所以他就從 去杜拜買一堆 問題是人家純度跟台灣不一樣 你買那種純度比較低的 你來台灣你要賣給銀盒的時候 你會被折價折得很慘喔 所以說要搞清楚喔 這差很多很多喔 所以不是只有匯率的問題 所以雲芬姐剛說換成台幣跟美元 很抱歉他不行的 他其實是不同的商品 你買美的就是國際金價 買台幣就是台灣金錢 那我要買台幣的 呃台灣人會喜歡台幣 對啊 可是在國際上人家認為 不需要存到那種程度 好 好這是一個我們要先了解到的問題喔 好 所以再回到我們剛剛說 GLD確實他的做法 就跟黃金存折有點像 可是最大問題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價差嘛 你今天在這些銀行買賣黃金存折 確實他也是就等同連結實體黃金 可是問題一買一賣 他要收你這麼多價差 ETF不會有價差的問題 欸這就差很多了 雖然買ETF在股市交易有手續費 可是股票手續費其實很低啊 0.幾%而已嘛 你買黃金存折 我們剛剛說他有1.5% 欸這就當然就差很多囉 所以這是要去了解到 來再來第三種黃金ETF叫GDX 我們說的都是他在美國股市的代號 GDX又跟前面兩種完全不一樣 他又比較像我們前面講過的 股票型的ETF 他是連結黃金指數 可是這個指數是用很多相關的黃金 有關的企業的股票所構成的 所以說他就是一個比較接近股票型的 或者是說你就有點像我們國內的黃金基金一樣 所以這三種都是黃金ETF 欸是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說你要買 你要看看他這指數連結到底是什麼 有些他是現貨 像這個可能就是公司 可能是開採的公司 開礦的公司 對對對 或者是說做銷售的等等 這類的公司 用這種連結起來的這種ETF叫做GDX 好所以這三個很明顯都跟黃金有很高的相關 當然觀眾朋友聽這個還有投資人 最關心哪個比較賺錢比較重要嘛 說什麼都不好 來如果就我們就不要說只說今年 近幾年這三個標的裡面 我們就先不比其他 我們就一樣都是ETF 結果報酬率最好的是誰 是GDX 啊對耶好可怕就是跟 對因為手上有整理的資料 好如果看以五年來說 你看差多少就好 五年下來你GDX的報酬率已經兩倍了 百分之兩百二十幾 可是原黃金五年的報酬率只不到50% 好那剛剛的GLD也76%多而已 欸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這其實有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以前也有在基金小百科單 也有講過黃金基金 那現在為什麼它的績效能夠特別好 是因為這種商品它有一個 因為隨市場大環境的關係有個加成作用 你看今年股市尤其這幾個月是不是大漲特漲 股票市場也在漲 那我們剛剛說嘛 GDX不就在買股票嗎 黃金漲股票也漲 所以它加起來漲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以今年來說 它就漲了四十幾%了 你看原黃金才漲23% 然後剛剛說的GLD也是28%多而已 正常差不多 都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對合理 但是GDX居然可以漲到42%多 對還有一個我覺得可能聽眾朋友有人會開心的 因為有人就問這一檔基金了 對國內應該買多人買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是的好 那它的做法就跟剛剛的那個GDX就很像 它就是一樣去買黃金相關的企業的股票 只是GDX它是去追蹤指數嘛 所以它已經照著指數的配置成分股去買 可是像貝萊德這種主動式的黃金基金 它就是隨金投資人就自己高興買什麼就買什麼 所以呢 它也跟GDX類似也是有加成作用 所以它是買企業的咯 它也不是買黃金的現貨咯 不會去買黃金現貨都是買股票 都是買股票 是的 所以你看現在股票漲嘛 對 全世界經濟不好但股票漲嘛 對 所以這個世界黃金基金也會跟著漲 是的 所以你看喔 如果以今年來說 我們剛剛說了幾個商品 原黃金 GLD GDX 跟貝萊德黃金 誰計較最好 貝萊德黃金 呵呵呵呵 我覺得 肯炸出大家的意外 有一吐怨氣耶 有人說兩三年前有買貝萊德黃金 現在要贖回了嗎 對兩三年 如果你以三年來說 到目前為止 貝萊德黃金已經有六十幾%的報酬率了 要不要贖 好 到底要不要贖 當然要回到黃金的走勢 那黃金的走勢 當然很多媒體都在說破兩千 過兩千啊 是 那到底要不要贖呢 你就是想賣關子的意思就是 因為貝萊又在轉圓圈了 我跟你講 這真的太亮 我真的看不到費用 但費用又在轉圈圈了 所以我們也賣個關子好不好 我們就兩點繼續回來談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因為玻璃會反光 對 因為你知道為了要 然後有好多人 有我們兩個的影子 又有對面的人 對然後為了要弄那個直播 這邊加了兩個燈 很亮 本來這邊還有一個 沒有繼續再直播 對 你看 你來看我 你來看 我知道你來看 你站在這裡看就知道 你來你來 費用來費用 來來來 來一下 你來一下嘛 我就給你看 你看 來 你來嘛 今天這麼美 你來嘛 反正 就反光的關係 你來看你這樣看 我們同時看到後面有五個人 對 你有沒有看到 你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五個人 有我們兩個的影子 還有你們那邊三個人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 有 對 反光很嚴重 所以之前比較不會這樣嗎 不會 因為它太亮了啦 我也不曉得 可是有人說很亮很好 可是我 然後你看我沒有過 當然現場看到很好 因為我們看對面 所以玻璃姐老師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老師注意不到 因為我想說今天怎麼都剛好沒看到 啊 大家最喜歡看大家私下聊天的 哈哈哈哈 所以老師不會跟那個 不會買黃金給女兒傳家 不會 現在都是要 隨便買什麼也比黃金好 黃金幹嘛 哎呀 欸像我爸就留給我那個 那時代不一樣 對時代不一樣 他是逃難來的 對 那時代不一樣 逃難來的 然後是我奶奶給他 其實你看這一波中國大媽 他其實也都是風高 他們上一波被套牢的 現在都在出 嗯 他們其實不是在買 嗯 對現在年輕人應該 對金氏比較沒有感覺 很興趣 黃金這種就是時機財而已 這個時機你沒賺到就沒了 其實黃金不是能保值嗎 現在的觀念跟錢也不一樣 哪能保值啊 為什麼保值 等打上這來說 哈哈哈哈 還是要捅一點貨 是跟口罩的概念一樣 欸不過在交易上還是鑽石容易啊 鑽石你只要能夠帶住 方便攜帶 可是鑽石的學分學問又更大 對啦國際交易的價格 因為鑽石它有檢定成分的問題 這個要有專門技術 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 黃金比較容易去檢定 嗯 你黃金 像鑽石 鑽石它常講世西嘛 嗯 那你世西都是學問啊 哦 你說對不對 切割橙色 嗯 等等的外行人哪看得懂 嗯 很像一樣一顆拉的鑽石 你看為什麼 Tiffen林一顆拉 差很多 跟國內的某某 一般的民間的銀樓的一顆拉比起來 對 價格差好幾十倍 對啊 嗯 不是鑽石通常都說世西 對 對對對 它其實那個是很重要的 但品牌也是有加成效果 那品牌是因為大家信任它的那種世西嘛 那老師結婚的時候 欸對啊 你沒有那個啊 有啊 我們是 那時候都是買鑽石 那有成套的那種 那時候還有對不對 什麼叫 就成套的什麼金金 以前不是很流行 要送一盒戒指啊 有啊 就戒指 我們主要就是戒指而已啊 嘿嘿嘿 不過最多的是 那時候我們都買白金 結果現在白金比黃金便宜 哦白金 以前白金都比黃金貴 對白金比較貴耶 對啊 對啊 沒有白金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少 像我這就是婚戒啊 哎呦還帶著婚戒啊 哎呦 還有帶婚戒啊 哎呦還有帶婚戒啊 有啊 我從來沒有拔下來過 真的假的 只有拔下來可 譬如說流汗洗澡完擦一下 就立刻帶上去 從來不拔下來 嗯 那老婆有帶著嗎 這幾年比較少 哈哈 因為他嫌上面那個太小 哦 在害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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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有買其他東西給他 哎呦 他有帶好男人耶 會帶著婚戒 都沒有拿下來過 從結婚到現在啊 男生都不愛帶耶 還好就習慣了就好了 嗯 不會 我就反正就習慣了 我就一直都帶著 哦不錯不錯 哎呦 你結婚幾年啊 08年到現在 哦 哦 那有一段時間了 哦 我結婚你們兩位幫我去 你們都忘了 對啊 對啊 我記得老師是在國外的婚禮 對我們看那個照片 在關島 好感人 好羨慕哦 那時候去關島結婚啊 那時候那個年代能夠出國結孫 啊 這也沒什麼就是錢丟下去 去哪都嘛 可以 是真愛 是真愛 對對對 錢丟下去哪裡都嘛 可以 這也沒有什麼 啊 手上也有結婚試金 除了賣銀樓不知道有更好的管道 試金就只賣銀樓 對啦 沒有其他的出 可是我跟你講我我我我結婚都是啊 你看我爸爸給我一個龍鳳手鐲 那有經驗性界 對那個你連賣都不能賣 對 那一定不會去賣 傳子傳子 搞不好你家媳婦也不要 我們會賣的是金條而已 金塊 嗯 像我 像我結婚的時候 我媽就給我我太太就就金條 對一定 是金條喔 金條整條的 嗯 那我就沒有什麼紀念價值 有啊 帳母娘不是要給你一條牛鎖 沒有啦 你說嘛沒有 喔 然後 幾年前高高點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把那個金塊給賣掉 金塊啊 金塊哪有什麼不能賣 又沒有什麼特別紀念價值 喔 嫁妝啊 也不算嫁妝啊 那是我媽給我呢 聘金啊 聘禮啊 聘禮啊 聘禮你也把它賣了 沒有什麼 今天這樣子就是 一塊一塊一塊頭 沒關係我媽媽不會看FB 喔那好那好 不會啊不會啊 我媽都知道了這也沒什麼啊 欸拜託你賣掉還好勒 我以前那個就是小孩的那個 有沒有人家送的小戒指 小金牌 招小偷全部都沒了 喔那個我們就都留著 招小偷 招小偷 出生的時候人家送的金牌啊 那些什麼的 喔 那個我們就有留著 那有紀念性的我們當然不會賣 對啊 你又不管你好 招小偷還不 可是以前都送這個啊 那種是紀念價值 還有小戒指有沒有 紀念價值 而且那基本上也不會很重 沒有 說很貴你把它賣掉幹嘛呢 賣沒兩個錢 對啊 好啊 有 今天朱老師那個直播這麼多人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捧場 我要再貢獻一個八卦 我馬上衝你 哈哈哈 我貢獻一下八卦 哈哈哈 有啊 今年 老婆 我們 今年我們還有出國去 那時候就在 我們去泰國啊 你忘了 喔對 之前疫情不嚴重 還很嚴重啊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就在泰國機場 就買 買給我老婆一個 非常貴的東西 喔 喔 什麼 卡蒂亞的 卡蒂亞的 還有名的那個金手環 鑰匙的那一個 喔 你們知道嗎 卡蒂亞那個 他有出一個戒指 沒有 鏈子也是 對一套的嗎 對 他是我泰式買手環 哇 泰國買有比較便宜嗎 有比台灣便宜一些 啊 我覺得泰國的那個 luxury都比較貴耶 我們在機場免稅店買的 真的嗎 泰國 我那時候去泰國我也覺得 泰國都比我們台灣貴耶 那時候 因為我泰他其實 有注意他很久了 所以去泰國一問價錢說 有查過價格了 他根本就預謀啊 然後你就順從啊 我不能這樣講 我應該支持一下女生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囉 好 我們待會兒繼續來聊一下那個 未來的世界黃金基金 不過世界黃金 漲的話不曉得那個礦業有沒有漲耶 因為礦業他比較多是在基本金屬 可是今年基本金屬其實平平而已 是也有漲可是黃金漲比較多 我跟你講那個套死人比較多的應該是礦業 必然的 你看我們裝了兩個燈 然後這邊還鋪白色的紙 欸對耶打麻將用 對打麻將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 反光 然後還好我們又穿白色 因為我發現如果我們穿深色會比較 會比較暗 結果沒想到今天又 不過太白了 我不曉得 因為光線他這樣想說折色 我覺得整個好白 因為原本的顏色可能會吸光 對 他折色讓我們看的臉會比較亮 對 我不喜歡這麼白耶 不太多 對啊對啊 大家都很努力 好趕快來聊聊黃金啊 大家趕快上來看啊 好這裡是安來Radio中的流行網 歡迎再回到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呢 就是我們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 教授朱月中朱老師了 剛剛我們也一路跟大家聊到了黃金的ETF啊 我們要看到他到底是連結 是實體的黃金 還是他是有期貨的一個操作 還是他是這個採礦公司的股票大有不同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聊一檔基金 叫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說實在他應該被人家遺忘很久了 對 因為貝萊德他很有名 很有名的兩檔跟原物料有關 一個是貝萊德世界礦業 另外這個是世界黃金 好那其實兩個就是完全相反的配置 以四礦來說 台灣投資人買最多應該還是四礦 而且是很多疼的痛 可能一直到現在都還在痛 好那四礦他是以一般的所謂的 基本金屬或工業金屬居多 他也是會有貴金屬 但是比重相對少很多 但是黃金基金就正好相反 會以貴金屬為主 然後基本原金屬也是有 但是就少很多 所以就是兩檔的配置是完全相反的 好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 當然黃金長得比較多 一般的基本基礎其實不怎麼長 所以在目前為止的話 你會看到貝萊德世界黃金 就長得蠻多的 所以就我們剛剛前面一段提到的 你當股市也長 你金價也長 那這種商品的標 這種標的它就長得更多 所以你看到以剛剛我們說的 這四個標的裡面 你看貝萊德黃金它的 不管是今年以來 或者是你時間拉長來看 一年三年五年都很驚人 對 它的績效其實都很好 那不能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應該買這個東西 沒有 因為它正好就是在現在這個順勢 對 可是更重要的是 那你這個黃金這個趨勢 你能走多久 甚至你還要再看到 股市能夠走多久 這其實是兩個變數 如果你要買像貝萊德黃世界黃金 或者是我們剛剛說的 GDS這種商品 你必須這兩個市場你都要看 你不能只看金價 就我們以前也講過 如果你只看金價 可是當時大環境不好 股市在跌 你買這種商品其實一樣跌 可是今年很怪 以前不都講說 黃金是亂世英雄 應該是股市不好的時候 去買黃金避險嗎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對啊 黃金漲也股市也漲 這不是很怪嗎 那這其實又在 又在這個 玉芬姐提到一個 大家常常會犯的一種 一種錯誤的觀念 就是黃金真的是避險基金嗎 其實不一定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其實黃金它有時候也是 一般所謂的投資性商品 好我們先解釋 投資性商品 跟避險商品的差別 投資性商品 其實就簡單來說 就是跟著大盤走嘛 或者說你跟著股市走 股市漲我跟著走 對 跟著漲這就是所謂 投資性商品 可是避險商品就是反著走 對 股市再走我就跌 可是股市跌我就漲 這就是避險商品 對 所以黃金這幾年來 它的走勢其實是 時而投資型商品 時而避險商品 對 所以說你不能再有那種既定的印象 覺得說它就是避險商品 當你這麼想 你會操作錯誤 所以這一波你看它為什麼能夠漲 其實就是資金行情堆出來的 國際錢溢出來了 所以當然錢當然也有一部分 會到黃金市場 到灰金屬商品去 所以說這是大家去了解到的 可是問題是它到底能夠走多久 坦白說現在當然各個投資機構 越喊越高 譬如說你看到高盛喊到2,300 甚至美銀 這個BOA更扯 它已經喊到3,000了 可是如果你再回想 上一波的黃金高點是什麼時候 2011年 上一次漲到1,923塊錢 這波當然已經突破了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個問題 上一波的時候更多人在喊 太久了 2011年喊了快10年你才到 值得嗎 對啦 這是一個問題嗎 對啦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市場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像剛剛一開始 韻芬姐也提到 中國大媽 上一波在我們剛剛說的 拚命買喔 對上一波黃金大漲的時候 真的是中國大媽拚命買 那一波真的黃金 就是被他們買上去的 可是這一波你覺得他們還在買喔 錯那你就錯了 這一波其實他們是賣居多 我們以具體的數字跟他講 今年上半年中國的黃金銷售 其實比去年同期是衰退了百分之三十幾 欸實際上他的購買量 其實是大概三百二十幾噸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為他上一波是被套牢的 所以他看到黃金在上去 他解套了 所以他開始丟 他並不是買的 好 那既然他們在賣 那你說誰在買 大家第一個 第二個買最多黃金當然是中國嘛 那第二個是誰 印度啊 印度好很抱歉 印度更扯 印度今年上半年的黃金的需求是 大幅衰退九十幾趴 哎呦中國印度都不買了 對更扯 欸全世界最大的兩個黃金消費國 第一個中國第二個印度 兩個都是大賣黃金 結果黃金還長這樣子 顯然這一波金價不是他們兩個國家造成的 誰外國大媽 歐洲大媽 歐洲大媽 其實不能吃大媽 歐洲大媽才不會買這種東西 其實他們是期貨市場炒出來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很多媒體都在講說 影響黃金什麼 剛我們說的這些什麼大媽 還有什麼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 我跟你講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只有一個叫做黃金期貨 再給大家一個更具體的數字 黃金期貨一天聽清楚 一天的成交量 好 韻芬姐你猜猜看 全世界 很難想像欸 很難想像 幾個億 好全世界有12個市場有在黃金期貨 包含台灣也有 當然全世界最大的是美國 再來還有芝加哥 美國有兩個 一個在紐約一個在芝加哥 然後在英國就是倫敦 然後在亞洲的話就是上海 好那全世界比較主要就這幾個 其他我們就不講 12個 對全世界一共12個 好那一天的成交量至少 聽清楚是至少一百萬口 一百萬口 一百萬口期貨你沒有概念 可是一口代表一百盎司 所以一百萬再乘一百是多少 是一億盎司 好你聽一億盎司 大家對盎司這個也沒什麼概念 雖然很常在聽 來換算成噸種 聽得懂了吧 一天是2857噸 噸就很有感覺了 對一天 我們剛剛說中國一個上半年才買320幾噸 那是上半年是半年300多噸 這是一天2800多噸 你就知道黃金怎麼被拱上來的 就是被期貨市場拱上來的 炒作 對這就是炒作 好所以不用再去管什麼各國黃金儲備 什麼ETF那個對金價都沒有影響 唯一會影響金價就是期貨 那個比例太懸殊了 我覺得太怪了 我也是太多錢了嗎 對啊 這個都是資金炒作炒出來的嘛 好 那我們再說中國好了 中國我們剛剛說實體黃金 一個上半年才成交300多噸 可是如果是中國你看黃金期貨 我們剛剛說世界幾個主要黃金期貨 其中一個就是上海嘛 上海黃金期貨光上半年成交4.3萬噸 欸4.3萬噸 剛剛我們說現貨才300多噸 是不是就幾倍了 100倍超過了噸 所以你就知道 這都是期貨市場 噸 所以你要知道黃金到底還會不會漲 你就要看期貨市場 好那期貨市場怎麼看呢 欸這時候就學問就來了噸 最近都跟你說黃金的價格飆破2000 其實注意到它是遠期的黃金期貨 可是我們一般在看黃金通常會看近月的 就是比較快到期的 好像現在已經7月底說 我們現在看的通常都是8月的 可是講說已經破2000的 那個是明年度到期的黃金期貨 欸可是這就有意思了 如果你對黃金對期貨有概念 你都知道期貨是預期未來市場嗎 你發現越遠期的比現在的價格高 那不就代表我覺得怎麼樣 未來還會漲 還會漲啊 對如果說從這個觀點來看 你會覺得說那還會漲嗎 要不然遠期怎麼會漲 比近期還多嗎 好可是如果你再看一個數字 近期的黃金期貨跟黃金現貨 欸這又是另外一個學問 喔近期的期貨跟現貨 去做比較 結果現在誰價位高 韻飛姐你猜猜看 你不會是現貨吧 沒錯就是現貨 韻飛姐對期貨也有點概念 當你期貨價格比現貨價格來的低 那再告訴你什麼事情 這我們在專業術語叫做逆價差 其實代表市場看壞 哇 欸這就有意思了喔 所以不就再告訴你 我遠期的比近期的來的貴 所以我看以後會有可能會漲 欸沒有保證喔 那我不就應該要趁它下來趕快去接 沒有保證喔 市場隨時會變喔 所以我們只能就現在的問題來看 就我們剛剛說的 現在現貨價格跟期貨價格 我手頭上就是到昨天的價格 大概差10塊錢 哇欸所以我跟你講價格 不是你看的合理價格 是一個差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待會好好的跟大家來探討一下 還有人問就是說欸 這個兩三年的是個世界基金了 到底有賺要不要賣了 我們待會一併告訴大家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下廣告 好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根本短期的他如果有賺先賣啊 我這邊有走勢圖嗎 你看到黑色的就是期貨的價格 紅色是現貨 有沒有看到這是最近的 有沒有看到紅色在上面 可是你看到今年大部分時間都是黑色在上面 到這邊的時候已經很明顯了 紅色已經很明顯在上面了 現貨已經比較高了 所以一般我們以 認為應該 我們這樣就一般期貨市場來說 這就逆加差 逆加就告訴你 我看話要往下掉了 所以這是要去注意的問題 有所本的 有所本啊 我們本來講話講那個事情 幹嘛有所本 不是讓你覺得 對對對 慶財公公欸 對那另外一個就是量的問題 我今天這個這個 期貨在炒作 是的 另外一個就是量的問題 就是如果有出量 在過去的經驗 只要期貨市場一爆量 嗯 接下來通常都是黃金都會走弱 就是表示有人賺到 那現在量呢 爆 是有多 可是還沒有到很誇張 嗯 我現在好多人想要賣那個黃金耶 想要賣金條耶 我覺得其實應該可以分批賣 賣金條賣現貨 對可以分批賣 可是還不不需要全賣 可是賣金條真的很不划算 你剛剛講賣出的價格 你也沒辦法 以前還有那個銀樓 還有火號 有沒有 對 大概會摳的一分到 來你看這是紐約 全世界最大黃金市場 下面是量 上面是價格 你看到之前 正常情況應該是這一段 這個大概一天 大概都在20萬口左右 好可是你看到之前幾次 只要一出量 好像這種一出量的 基本上他就會有一點點下跌 一出量他就會有一點點下跌 所以這一波我們就是注意到 他是有桌 有量 可是還沒有到危險 可是有量他還上場 最後一波了 可是他上場是因為這筆都沒有出 是因為開始急拉的時候 他開始出量 可是如果拉到像這麼高 這邊大概都六七十萬口以上 這邊大概四十萬口 拉到六七十萬口 真的就小心了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好 好 金條要賣了嗎 分批賣 好分批賣 看你問你看你有幾條 如果只有一條 我們待會兒要聊一下 那個白金 金白銀 我們要拉比較近 因為剛剛看到去年的 我們就從今年的來看 你會更明顯 你看到這個出量 這邊有到八十萬口 你看這一根出到這邊 是不是就下來一個 這邊再上去就下來 好我們持續跟朱老師來聊 因為教大家怎麼樣來看黃金價格的一個趨勢 所以教大家怎麼看那個期貨 怎麼來看這個現貨的價格 然後來做一些預測 我們先來預測兩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有人問了 貝萊德的世界黃金基金 他兩三年前買的 他現在有賺 一定是有賺了 要不要賣 對還有人在那個我們的臉書粉絲團上面問 有金條的要不要買 好我會覺得 因為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剛剛講貝萊德黃金 他因為他是有股票成分在 現在股票現在也還在漲 還在漲啊 對所以他會相對有機會 就算金價回下來 他當然也是會受影響 可是影響因為有股票在加持 所以影響會比較小 我會覺得他大概還可以撐一下 可是如果你有金條實體黃金或是黃金存折 我會建議可能要分批 現在不用全部出金還沒有大危險 你可以分批一點點先賣一些 好因為雖然媒體都在喊說會多少多少 我會講那個都真的不要想 我沒有說他一定不會 可是我就覺得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我們就可以從幾個指標 剛剛我們前面一段提到 從現貨跟期貨的價格去比 好如果聽眾朋友其實這很簡單 你知道上網去查黃金期貨價格 跟黃金現貨價格 你跑出來的線圖你去比較 他現在的價格 這很容易比 好所以昨天來說 其實現貨價格已經比期貨價格高 10塊錢美金了 一樣是 正如果是市場會漲 應該是期貨比現貨價格高才合理 那你居然現貨比期貨高 那絕對不是一個合理的情況 這是第一個要去留意的問題 好第二個呢 好就是看期貨市場的成交量 好那當然我們剛講 全世界有12個期貨市場 有在交易黃金嘛 所以我們通常就只看最重要的 紐約黃金期貨市場 好紐約黃金期貨市場 在過去的平均一天 大概都在20萬口上下 這是他的正常量 好可是這兩天已經來到40萬口了 誒是不是有出量了 可是我們剛在休息的時候 有給韻芬姐講 可是再往前看 今年出現兩次大量 一個是在年初一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有到80幾萬口一天 誒一出來這個大量之後 市場就回檔了 好第二波是大概在就是 二三月那時候 那一波又拉到60幾萬口 那一波也是 一出到這個大量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波的回檔 所以呢這一波 你到這邊的時候 你真的就要注意到 因為量確實已經開始出來了 而且已經40幾萬口了 所以如果量再持續到這個高點 代表什麼 有人開始在出了 所以這時候 你可能真的短線會比較危險一點 好雖然40幾萬口有比之前高 可是又沒有到六七十萬或是80萬 那麼多 所以說變成現在是一個比較 魔力兩可的情況 但是如果再對應到我們剛剛說的 現貨期貨價差的問題 我會覺得總括來說 目前黃金來到一個波段高點的 對 而且我真的發現到 這麼多年我們來看到黃金的一個走勢 我總覺得它總是超漲超跌 那雲消飛車如果下去 你沒有賣掉了 其實你又要等很久 因為基本上它板就沒有基本面 就我們剛剛前一段說 它就是一個期貨市場的炒作 他們已經沒有基本面可言了 想要把它炒的 可能就把它炒高 想要去打壓它 可能就把它殺很低 所以已經沒有什麼 基本面可言的情況之下 一定都是超漲超跌 好 那另外我們來聊幾個 因為除了這個黃金之外 有人說中國大媽去買白銀了 是的 白銀我們比較少聽到 可是過去朱老師 你一定也買過白金 K金 我以前也是去買過白金的戒指 你會覺得那個白金戒指 其實比K金貴 然後也比那個黃金貴 對 現在不是囉 對 那白金其實是另外一種金屬 還有一種叫爬金對不對 爬金那個是工業用 那個不會有人拿來 可是那個價格也很高 問題是那個一般人不會拿來投資 它純粹就是工業用 你在台灣你想買你也買不到 那個只有在國際市場上才有爬金期貨 你在台灣買不到 所以那個通常不會有人拿來當投資品 可能企業 對 因為我可能科技業我有需求 我很實際上會去做避險 但是沒聽過有人拿它來做投資標的 所以一般像以柏金來說 就是我們說的白金 好 那它其實是另外一種金屬 再因為它比黃金更稀有 所以過去長時間以來 它都比黃金來的貴 可是就在這幾年很奇怪 它反而變便宜了 這真的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 那當然柏金它其實比較會有工業上的用途 黃金反而沒有 所以黃金的價格會逆轉 贏過白金其實就還是回到我們剛剛問題 炒作嘛 炒作 那柏金比較沒有人炒嘛 對 那黃金有人炒那當然就上得多嘛 好 那所以相對的另外還有 剛剛有聽眾朋友問到K金 K金是指的不純的黃金叫K金 一般純金的話就是24K 對 那所以呢你這個數字越小 就代表它越不純 像我們常可能比較常見就是18K 譬如說做金表 對 你看到像勞力士那個金表 最有名的勞力士金表 它就是18K的 它也不能太黃金成量太少 一般我們看到這種 大概最常見大概就是18K 甚至有些低點 譬如說金比 金比可能只有14K而已 那當然你K金你買的時候其實還是很貴 因為它就照比例算錢 可是你賣回去的時候 哇被那個扣 扣掉那個趴數會扣很多 其實就是也就簡單說就是 買的時候很貴賣回去很不值錢 好 所以K金只能當飾品 不要拿來當投資標的 好那聽說中國大媽現在買的是白銀 請問白銀是什麼 好那白銀當然就是另外 又是另外一種金屬元素嘛 我們就常說金銀銅鐵嘛對不對 好那銀這種東西其實在過去呢 比較少人拿來當投資標的 因為它就跟白金一樣 它也是一種工業上用途比較多的 好可是呢 因為畢竟它也是一種比較少的稀有金屬 貴金屬 所以呢它的價值也是蠻多的 那尤其銀 大家也知道很多人會拿來做銀飾嘛 好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一波 欸中國大媽沒有買黃金 可是她去買白銀的 原因在哪裡 因為之前白銀 因為二三月那時候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白銀價格跌得比黃金更兇 因為我們剛說它的重點是工業用途 那大家也知道那時候真的全世界企業幾乎都停擺了嘛 所以自然就不會有這個需求 所以它那時候跌得更慘 黃金 反而相對有支撐 因為黃金本來就沒有什麼工業用途嘛 所以相對有支撐 但是白銀在那一波跌得很慘 好 跌得凶當然就彈得高 所以呢 這一波 它就上來了 好 我們可以給韻芬姐看到這個走勢圖 我們這邊有兩條線 下面這條就是白銀的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很明顯 有 彈得多 當然就 跌得多當然就彈得深嘛 好 所以大家看到白銀 尤其是世界各國開始慢慢復工 真的需求出來之後 她發現白銀長很多了 於是很多人就進去買 哇 這一買不得了了 可是炒作 你看它最後價格 你看它超過 這是幅度啦 這是幅度不是價格 這漲幅已經超過黃金 黃金 對好 因為就太多人在買了 買到中國的政府出來管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 所以這也是因為復甦的關係啊 對 因為我們剛剛說你白銀 你黃金怎麼炒 那也就算了 反正它沒什麼具體的用途嘛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先進一下廣告 銀的ETF 有白銀的ETF嗎 有啊當然有囉 所以黃金白銀都有ETF啊 明大就有原白銀啊 好 這張裡面不是有 欸有人說她家中有喜事 現在要買黃金嗎 對不對 原白銀長得比原黃金多 欸有欸 原白銀長得比較多欸 可是她時間比較短 她只有一年的時間 她家中有喜事 現在要買嗎 還是慢一點買 可以用租的 啊她用租的 欸有欸 現在好像有租欸 一直都有啊 欸可是我跟你講要小心 不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喔 我弟那時候結婚 然後我們也是去給她租 有一些買有一些租啦 對對對 我跟你講 那個店竟然在我們租完 不到一個禮拜 她就不見了 我們還無形中損失 就等於變強迫買 哎呦買 對啊 不住不知道押金什麼的嗎 押金押很多啊 再怎麼多應該等於 差不多等於黃金的價格 對就等於你跟她買 那個什麼那個盒子 她也要再算錢 到最後是我們虧了 虧死了 所以可以租啊 租找那個熟的啦 對啦 可是如果說想要買一個紀念信呢 紀念信 當下 我會覺得短線應該會有一點點回檔 會回檔 我覺得也會回不多 我覺得可以找熟的營樓啦 問問看 我覺得可以租 租是一個考量啦 如果你說想要留個做紀念 對啊 可能短線應該有機會稍微下來一點 但是真的我不指望她會回很多啦 賣黃金只能賣給營樓嗎 對啊 啊不然能夠賣哪裡啊 對啊 只能賣營樓啦 對啊 好像沒地方可以買 市況基金可以買嗎 不建議 因為經濟還沒有復甦 哦 哦 哦 可是你說經濟沒有復甦 錢堆出來的啊 都是 對啊 你看美國是正 又要紓 紓一兆美金 對大家都在那個 全堆出來的啊 沒有經濟 沒有基本面就是 少得出來 嗯 好壞壞理財收穫通 我是向雲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南台科技大學財經系的教授 朱葉忠朱老師了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聊到黃金也聊到白銀啊 剛剛看到白銀的漲幅都超過黃金了 對啊 這一漲呢 其實就驚動了中國的主管機關 啊 進場管制白銀期貨 嗯 好 白銀我們都知道做期貨要繳保證金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中國政府就把白銀的保證金給調高了 哇 好而且漲跌幅也擴大了 嗯 好那其實相當程度就是去管制 因為我們剛剛說 他會 他會影響到工業嘛 嗯 因為他是 白銀的巨統計大概有60%以上都是工業用途 嗯 不像黃金幾乎沒有一層以內 黃金的工業用途在一層以內 嗯 所以你就在差這麼多嘛 嗯 所以你看喔 黃金漲中國政府都不管 嗯 可是白銀漲中國政府就出手了 嗯 那就是一個很大很大差別啊 嗯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因為出手的關係 所以我們給韻美姐可以看到 是不是 最近就下來了 有 對 對 因為這是7月22號才的新聞 嗯 好就是他一個禮拜前的新聞 所以中國政府下來管制 所以這一波黃金價格 最近幾天就下來 要不然他之前真的是長得比黃金還要多很多 好 那畢竟不管黃金要白銀也好 中國都是最大的市場需求者 好 那當然也有網友問到說那白銀有沒有ETF 有 有 台灣就有了 大家都只知道圓黃金都不知道其實有圓白銀 對 而且圓白銀今年到昨天為止的漲幅是比圓黃金還要多的 不還好你今天有講你知道 過去我們看圓黃金跟圓白銀的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嗯 看台積電漲完以後連電該漲了 就其實不是耶 黃金歸黃金白銀歸白銀 白銀是工業用耶 對 因為我們剛剛說他用途不一樣嘛 雖然說兩個都叫貴金屬啦 可是如果你真的拉起來看兩個長時間來說 他們沒有絕對說就是正相關 所以說這要去注意到 尤其我們剛剛說的 白銀又有工業用途 所以他跟景氣比較有相關 對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網路上有這樣講 就是說黃金大漲靠的是避險 是的 白銀大漲靠的是通膨 顯然不是嘛 白銀它大漲或大跌可能看的就是經濟的復甦 還是經濟的問題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說這是要去去了解到的 好 那當然國際市場上也有像我們剛剛說的 類似GLD的這種 白銀的ETF 其實都有 嗯 它的代號好像就是SLV的樣子 就是Silver嘛 就英文 因為Silver 它就是好像前面三個字母 類似我不是很確定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去查一下 其實在國際市場上也有類似的這種ETF 因為原白銀就跟剛剛我們說的原黃金一樣 都是用期貨在操作 對 所以它都有一樣的問題 有換倉成本 對 對 所以不是不能做 就是不適合長期操作 短線當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長線你真的就最好是避免掉 好 所以這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 那朱老師我們是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現在大家看到黃金在漲 其實我都覺得 台積電也沒跟到 那黃金也沒跟到 就是如果現在要投資的話 你怎麼看現貨 看ETF 什麼樣的類型的人 可以來買原黃金 原白銀 買市況 買黃金基金 坦白說 這種商品基本上都是實機財 你有跟上這個實機 你就賺得到錢 可是你想 漲到這裡你還敢追嗎 就像台積電已經漲到400多塊 你還敢追嗎 問題永遠投資人都在說 哇我好想買個市場 這邊可以買嗎 永遠都有這個問題 就像雲芬姐剛剛前一段 跟那個分析師在連線說 有人說400塊黃金我就要買 對啊我今天去洗頭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小姐你要400塊我就去買好不好 我說我哪知道啊 對嘛一樣的道理嘛 如果跟你說 有人說那我黃金跌到1900 我來買好不好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很難去預期的 尤其是黃金的波動 可能比起台積電那很大 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說台積電跌到400 可能就會買牌進來支撐 可是當黃金跌到1900 他可能是越跌越兇 對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有辦法對比 現在都是因為 比方說台積電很熱 大家都想注意到台積電 以前如果你報名牌叫台積電 大家覺得你沒誠意 沒水準 你亂報 對不對 那現在台積電漲了 對大家都想要去追台積電 然後黃金漲了 大家也想要去追黃金 可是這個時候有可能 就是你套牢的起點 對 永遠都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 當媒體在大爆特爆狂暴的時候 都是這個商品的相對高點 對 所以這真的有很大風險 所以尤其你看到 黃金 大家一直說 哇黃金創新高 很抱歉那是兩天前了 這兩天沒有再更高了 所以短線其實 真的是有下來一點點 所以我會覺得 短線如果你真的還有興趣 我記得建議真的要等一下 殺人物招 絕對不是在追高的時候 好 有人說如果需要那個金氏要結婚用 跟親友戒 我覺得蠻不錯的 要是好朋友我也會戒 對啊對啊 就戒擺著好看而已 沾沾喜氣也不錯 對啊 然後有人問說可以買金元寶嗎 一樣啊 金元寶跟金條 還不是一樣的道理 沒錯金必金 反正手要金的這些相關系列 實體的相關系列 都會有那些問題 而且你想到了 現在是相對高點 不是說以後不會漲 那如果你要賣的時候 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買賣差一層 對 排價啦 實際上可能會差5%左右 當然跟你 你跟銀樓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這銀樓是你認識的 或是你的量比較大 可能銀樓會給你比較好的折扣 但是你量太小 他可能那個折扣就很低的話 那價差就很可怕了 所以我會覺得實體黃金 現在真的除非你真的有什麼 為了特殊的喜好 比如說像聽有聽眾朋友說到的 要結婚 有這種喜慶需要用到 那可能就是買一點點紀念性 意思意思 那這時候就不要再太介意 價格的問題了啦 這種價格 你說一定要買到低點 可遇不可求啦 真的 但是如果基於投資 那就萬萬不需要了 基於投資絕對不要去買實體的 黃金也好白銀也好 都不要 台灣很少人會買實體白銀做投資 因為大家知道銀很容易氧化 哦 對 如果你有銀飾 很多人喜歡帶銀飾嘛 可是銀飾久了都會 歐嚕嚕啊 所以如果你有去銀樓買銀塊 有喔真的有在賣銀 有人去賣銀塊 有有有銀樓其實都有 來試毒的嗎 那可要銀針不是銀塊了 整條銀塊插到菜裡面去 對我忽然想到啦 銀就只有試毒用的 所以它通常在台灣賣就會有一個塑膠盒 把它包起來 讓它阻絕空氣 阻絕空氣 才不會氧化 要整塊歐嚕嚕 你可能變這塊什麼東西歐嚕嚕 搞不好你的後代子孫不知道 就把它丟了 對所以台灣基本上幾乎沒有聽說 有人去買銀塊的 可是真的銀樓都有在賣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去問真的都買得到 但是我都不建議啦 你說買來擺漂亮 那我沒話說啦 可是基於投資真的還是我們剛說 有這麼多管道嘛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買實體的呢 有人說結婚之後 有很多的金飾可以賣嗎 周老師剛有講過 可以分批賣了啦 對我會覺得其實可以分批賣 你就不要再去想高點啦 因為你想上一波高點2011年 這一波高點2020年 你以為這個高點能走多久 如果你這一波被套牢 請問你要再等10年嗎 是啊是啊 哇這個等不了那麼久 對嘛你就不要說什麼 你光這個10年你損失的利息 透過膨脹你賺不回來的啦 好這我們今天花一些時間 讓大家知道什麼是黃金 什麼是白銀 然後ETF啦 基金各項投資的標的啦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靜下廣告 我們待會可以來接COIN電話 我們直播到這邊也告個段落了 謝謝大家 有人說你可不可以開課 開課的時候我們會通知大家啦 謝謝謝謝 開課 其他基金可否提醒